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废矿湖17岁青年的时候 六名一起溺毙了 六人的遗体过后就被他们的同僚给捞上岸 截至今天中午失踪的青年 其实是还没有被寻获的 这个大概是我们认知里面 好像是比较少听到 也应该是第一次吧 对 第一次有六名校长人员一起殉职 没错 当然之前的时候 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是当时候涉及的是两人 可是这一次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悲哀 是六人 而昨天相信会是马来西亚 一个最悲伤的一天 特别是对校整区来讲说 因为他们的同僚在一夜之间 失去了六名他们的官员 而且这一个悲剧 目前它真正的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而且它的罹难者的尸体 虽然已经解剖了 那么遗体也已经交还给家属 进行下葬仪式 不过根据初步的判断 这六人是以绳索来互相绑住本身 以及他们同僚的这种方式 来下水去救人 不过在下水的时候 就面对了非常大的水流以及漩涡 把他们给一次过 把他们给全部带走 那大马的这个消整局的总监 邯郸他就有说 当局会针对这个事件 就展开一些内部调查 还有检讨 那这六人其实是在防洪门附近 就是展开这个搜救的行动 其实当时候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下了一场大雨 那大量的这个水 是流入了湖内 就出现了一些济流的情况 那湖内的这个流水 是非常的湍急 而且也出现了漩涡 搜救的行动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危险的 那六人在搜索 这个跌入废矿湖的青年的时候 是连人带着一个潜水的器材 被卷入这个漩涡当中 无法脱身 那最终就发生了这一场的悲剧 那么当下最重要的是 处理这六名殉职者 他们的身后 是好好地安顿他们的家属 其实这六人当中 都非常年轻 最大的只有34岁 而最小的只有24岁 大好的青年就因为这场悲剧而送命 那么葬礼完成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做下来认真的看待 以及检讨这场意外 那么有三个点应该要去留意的 第一呢就是 接下来要提供更有效的训练 确保这些悲剧不会重演 因为这些殉职者呢 他们本身是熟悉水性的这个蛙人 那么为什么他们熟悉水性会发生这种方式呢 第二呢就是要检讨作业流程 到底在昨晚使用的这种拯救方式是不是恰当 如果不恰当的话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取代 如果那个方式是恰当的 那么在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应该要放大来全国来看 就是案发地点是废矿湖 那么全国有很多的这个废矿湖 这些废矿湖当中呢 是没有篱笆围起来的 也就是因为这些废矿湖 他们有这个鱼饵在湖里面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钓鱼客聚集在那边 一起来钓鱼 那么一旦下雨的时候呢 那么问题就来了 所以接下来政府应该要去探讨 如何去处理这些国内的废矿湖 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部给围巴围起来 还是树立告示牌提醒居民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应该要去做的 这六名的殉职的消诊人员呢 的遗体呢 今天早上已经送回了这一个 沙亚南15区的消诊局呢 进行了祷告送别的仪式 那过后呢 遗体呢是被家属呢 领回家乡安葬 那他们的遗体呢 其实都送完了各自的家乡 分别来自吉兰丹 彭亨 森美兰 沙巴 还有沙拉越 那么我们熟悉的这个消诊人员的工作 其实呢 并不是真正 灭火而已 这么简单 他还包括了其他的收救工作 比如说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故 抓蛇啊 密封窝啊 或者是其他 包括化学废料 或者是化学原料 液体 他们 这个泄露事件 都是由消诊人员来处理的 他们的工作范围涵盖了 海陆空三个层面 所以当民众一接到任何的这个警局事故 他们马上的就想到消诊人员 而消诊人员 他们收到通报之后 会在一分钟之内离开消诊局前往现场 那么消诊局的 他的这个工作范围 其实并没有说到太大 之前的时候 在1993年的时候呢 消诊局的这个工作只是负责消防 但是到1993年发生这个 海伦大沃高峰塔公寓倒塌之后呢 就加入了拯救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的名字从消防局 变成消防局拯救局 那么这一篇的这个新闻呢 其实是向六名离职的 这个消诊人员 在同时呢 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消诊局他们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下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换个焦点 来关注一下大到废除过路费的消息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